特點三 戰士騎人與肉百姓 中國各地的城管是欺壓小老百姓的第一線官員 他們不但打著執法的名義 對老百姓動輒毆打、辱罵 甚至還要強收保護費 但是百姓也沒有辦法報警處理 可以說這是比黑幫還黑幫 基層小官都可以如此放肆 那橫跨更高層、會有更大權力的各層官員 儘管中共中紀委也曾經喊出 要嚴查基層官員欺壓百姓 但時至今日 百姓依舊被欺壓 許多上訪維權的百姓被當地官員恐嚇、抓捕、毆打 都是日復一日發生的真實事件